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 阿N与阿Lan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娇叔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林娇叔的演出 讲到1964年 今集由1965年开始 1965年第一套《玉面严罗》下集 接着是《张爱兰考破黑手党》 然后是《恩义难忘》 接着是《圣剑风云》上集 然后是《无敌天书》上集 接着就是《特务黑之珠》 接着就是《玉面严罗》上集 接着就是《铁金刚海空奪宝》 然后就是《圣剑风云》下集 接着就是《血字》第一号 接着就到1966年 首先就是一套《金子环》 这套《金子环》就是《张英才》做主角的 接着就是《独悲神龙劍》 对不起 然后就是《铝财黑野猫》 接着就是一套《铁血因仇鹿》上集 然后就是一套《通緝令》 接着就是这套很多人都熟悉的 《青青河边草》 这套是胡锋和吴君丽做主角的 接着就是一套《金罗汉》《三气铁观音》 接着就是1967年了 首先这一套又是很出名的 《明月千里寄相思》 接着就是《遥远的路》 接着就是《杀手粉红砖》 接着就是《黑杀星》 接着就是《铝财金燕子》 接着就到1968年了 首先就是一套《奪魂岭》 接着就是《金燕子》 《金燕子》之后就是《四色伏仇劍》 接着就是有一套《大情人》 《胡锋和郑少秋》做的 还有一个《萧芳芳》 接着就到1969年了 1969年首先就是《龙胆》 然后就是《银刀血剑》 接着就是《八步追魂》 然后就有一套《天龙堡》 接着就是《非刀手》 接着就是《雙枪沙胆镖》 1969年最后就是《阴阳刀》 接着就是《七零年》 首先就是《非凤狂龙》 接着就是《冰谷魔女》 接着就是《神探一号》 接着就是《独掌镇龙门》 接着就是《七一年》有一套《三十六杀手》 《七三年》一套《五雷轲顶》 然后《七四年》有一套《独掌龙潭》 这些就是港产片 不是以前的《雨场》片 是《七十年代》的《港产片》 接着《七七年》一套《出刹》 接着《七八年》一套《罪拳》 他就飾演《黄麒英》 七八年还有一套《扎马》 然后1979年 首先就是《打出头》 然后就一套《雄姓蔡里佛》 然后就有一套《家法》 然后1980年《龙刑魔桥》 然后1981年 首先就有一套《猛龙复星》 然后81年另外一套《飞刀》 然后1983年 一套《血汗金钱》 然后到1985年 1985年有一套《毒咒》 然后到1987年《鬼生粮》 然后到1989年 1989年有三套《我在黑社会的日子》 接着《再见黄老五》 然后《我在江湖》 接着就是1990年 首先就是《表姐李好野》 那林郊叔在里面 就在里面饰演《五天赐》这个角色 然后《表姐李好野》之后 就有一套《耶摩先生》 那《耶摩先生》之后 就是《无敌行云星》 那林郊叔在里面饰演《曹尔爷》的角色 接着就是1991年 1991年首先有一套《表哥我来也》 然后就是《老表李好野》 那林郊叔就饰演《红金海》的角色 然后就是《表姐李好野》的续集 接着就是1992年 只有一套《太子爷出差》 然后就是1993年 就有一套《情人之己》 接着有好几年他都没再拍戏了 直至到202000年 就是他的最后一套电影《修山之作》 就是《辣手回春》 那就是《辣手回春》之后 林郊叔就没再拍电影了 接着就有两套电视剧 林郊叔曾经参与过演出的 都是无线电视台的 分别就是1989年的《末代天师》 林郊叔在里面就饰演《方庆》的角色 然后就是1989年的《楚景》《公思三文子》 林郊就饰演《张通》这个角色 今天和大家分享 林郊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也都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安与阿林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另一个影视名人的演艺人生 好 拜拜